You're my celebrity 一枝瞒 闻 흐린 어둠 사이 왼손으로 그린 별 하나 这个发型我要取名叫韩国女高中生妹妹卷 我就该死取名才华 先打为圆形 直发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长直发 是真的显发量少 如果再配上细软她的话 真的是要命 而且像我侧面的这个扁头和低颅顶 真的暴露无遗 说到高颅顶 往上很多教程师傅会告诉你 从这个纷纷的位置挑出一缕头发 不管是用夹板 还是拿这个发夹给它这样夹一下 然后吹一吹 你就可以拥有高颅顶 对 你的颅顶 视觉上看上去确实是高了 但是同时你也会拥有一颗尖头 不是夹一缕又可以了 你要从你这个颜尾的位置 这样往上 往上之后呢 挑出一缕头发 一直到你这个纷纷线的位置 这块去的头发呢 按你自己的发量 把它分成两到三组 踏入这个根部的位置 然后把夹板放上去之后 再往反方向去拉它 等这一块的余温差不多消去之后 再给它喷上这个定型喷雾 你看处理完之后 这一边的颅顶高度和保暖度 和这一边没有处理 真的差别超大 然后我们来处理下面头发部分 我先抹一下精油 让它先来保护一下头发 头发差不多是这样子 比较顺滑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开始卷了 大部分的卷发教程 可能会告诉你说 把你的头发这样子纵向的分区 比如说耳朵前面一束 然后再把后面分成几束 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卷的 然后我就一直有困扰 我为什么卷不出那种 图片里面非常茂盛的那种头发 我以为是我自己头发少 后来我发现 其实是你分区的方法错了 如果想要剪发两多 真的一定要上下分区 千万不要纵向分 纵向分呢 真的只适合那些头发非常茂密 只是想要一点弯曲效果的女生 像我这样秃头女孩 真的不配 沿着耳朵尖的位置 给它上下分区 我们先处理下面的头发 所以上面先夹一下 手残姐妹真的不用怕我们一步一步学 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手残的 首先呢 你看这个卷发棒 一开始 这个铁板的方向是不是往上的 我们把它放个方向往下 然后让这个甲板是这样子 竖直的一个状态 然后把头发给绕进去 刚好是一圈的状态现在 你大概五到十秒左右 你稍微摸一下 我有点烫手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一圈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 看到没 再卷下一圈 现在一圈又卷完了 然后我们再让它停留一下 我们给它再绕出来 这样就已经有两个套圈了 然后下面这边呢 我们直接这样子卷就可以了 比较厉害的一个弧度哦 就基本上是一个卷发棒的这个弧度 然后我们现在趁它还是热的时候 就不要打开它来处理头顶的部分 上面这个头发我差不多能分成两部分 现在处理脸旁边的这一撮 你这个卷的弧度不要太高 基本上是在你耳朵的这个位置 还是这样卷一圈 停留5到10秒 感觉有点烫手了 把这个圈给绕出来 然后我们卷下一个 然后再停留5到10秒 有点烫手了 还是绕出来 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绕一个圈 然后再给它绕出来 大尾的部分哦 记得还是像刚才那样加强一下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拿开来 然后重新扎进去 现在差不多两边温度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 直接用手打开就好 因为梳子可能会破坏那个弧度 你看全部打开之后 就感觉发量真的非常多了 如果有姐妹想在这样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点这种发丝感的话呢 可以挑几率比较小的头发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发量 这个卷发棒不要动 然后你把这个头发给缠上去 你手捏着这个发尾的部分 这样就不会碰到了 时间到了再把这个头发给放下来 然后它这一缕就会变得 你看特别弹 像我自己这样子的粗硬发质 其实这个头发的卷度 基本上可以维持到我 下一次洗头发为止 但如果你是细软发的话呢 你可以出门的时候 再叠加一个这种类似的定型喷雾 我身边细软发的姐妹反馈给我呢 说就是喷了喷雾之后 基本上这样的卷度 可以维持一天左右 就到家还是比较卷的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见嘛 拜拜